现在盐的事情必须解决 我们连吃的盐都没有了 很多战士的身体 都已经开始浮肿 村子里面的乡亲 已经把他们吃的盐 都捐出来了 到时候 咱没被小鬼子打死 被盐的事情给逼死了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 可是现在市面上 根本弄不到盐 全被鬼子卡死了 这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就连据点 跟炮楼的盐和粮食 全被他们定量控制 你让我去哪儿找盐呢 你是连长 你怎么能没法子呢 全连都指望你呢 看来现在 只有一个办法了 我得回趟老家了 你要回武强 对 不行 这样太冒险了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们全连的战士 怎么办 我不同意 你刚才也说了 如果再搞不到盐 全连的兄弟们 都会有生命危险 到时候 一个兵都没有 还要我这个连长干嘛呀 我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我觉得你这样太冒险了 指导员 你快来看看鸽子吧 盐水 盐水了 知道缘 没有盐水了 什么 谁 就在那里 我 令令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 要么看着大家去送死 要么让我去武强找烟 是孙爷 钟总 卢萨 你怎么迟到了 队伍上有点事情需要我处理 我想这比喝酒更重要吧 看来 卢萨真是全心全意地为皇军效力 您过奖了 正村先生 找我喝酒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 您还是亲自进去问问他吧 等等 请把你的枪交给我 请 请 床外的花 开得真是鲜艳啊 床外的花 开得真是鲜艳啊 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耐量 这个时候 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满天都飘散着 醉热的花香 看来中村大所想家了 如果你想家的话 可以回去吗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都希望我离开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请坐 卢参部长 请坐 卢萨 你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多谢中村大所关心 老娘最近非常的好 很好 卢萨 你我虽同为军人 但是 我们也是母亲的儿子 也是家里的男人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为家里多考虑一下 你觉得对吗 是 来 为你母亲的健康 干杯 中村大所 天日那么繁忙 百忙之中能请我吃脚 不仅仅是为我母亲祈福吧 卢萨真是聪明 那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 马贵的老宅遭人抢劫 真是 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 中村大所有所不知啊 中国有句老话 叫树大招风 马老爷子攒了那么多钱 能不被人惦记着吗 可据马贵说 在那天晚上出使之前 你是去过他的家的 去过呀 是您派我去的 给马老爷子宣读伟人状 毕竟带了小爷 您忘了吗 我说的是第二次 阿贵说 你去找他要过两个女人 是这件事情啊 情况是这样的 过去我有一个邻居 在镇子上面碰到他们 他们告诉我说 他家的女儿 被人犯子拐到马贵家里 老邻居有情有份的 我只是去帮个忙 马贵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那两个女的是拔路 而且正在往我这儿押送的路上 怎么能是拔路呢 怎么能是拔路呢 马贵之所以这样说 他外面人口怕您知道了 会怪罪他 所以他说 邻居家的孩子是拔路 是这样 是这样 卢萨 你的亲妹妹找到了吗 没有 很有可能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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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来 卢萨 最近暴露活动得非常长剧 我们很多重要剧点纷纷陷落 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 所以我决定 要派一些军官 去坐镇重要的剧点 所以我想请你 去坐镇清风电炮楼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清风电炮楼是战略非常重要的位置 派别人去我还真的不放心 你是参谋长 应该起个表率左右 在哪干 都是为皇军买命 怎么说 你同意了 如果中村太军没有别的事情 我回去收拾东西 都马上认了 都马上认了 卢萨 你安心去吧 我会像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 照顾你的母亲 请 大佐 大佐 就算吗 把卢萨蒙给放了 不然呢 不是 大佐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一定是他看的 你说的一切都空口无凭 你有证据吗 大佐 还要查证据呀 那天晚上卢萨蒙带了五十多个人 拿了枪 拿了子弹 这就是证据呀 这事我查过了 我特意打电话给焦庄炮楼 他们证实 卢萨蒙确实是带着人 去围剿八路军的武功队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佐 我明白了 一定是他们串通好的 他们串通好的呀这是 马归 卢萨蒙 卢萨蒙不是一般的士兵 他是参谋长 在黄穴军里 是非常有威望的 如果我们没有政绩就处罚他 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阶段 我的大后方不能乱 你应该好好地谢谢我 我把卢萨蒙调走 唐金荣就少去了一个左膀右臂 对你来说 应该是件大好事 好 好 对好事好事可是那个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有缺早的证据 我一定秉公处理 大佐慢走 大佐慢走 慢走 马桑 马桑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 我提醒你 私下里不要轻举妄动 嗨 嗨 嗨 这个 什么事 行了 大伙都不要垂头丧气的了 我们队伍情况都知道 就是缺药少盐 我跟指导员少量过了 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我去武强找盐 是个好办法 现在鬼子在外面扫荡呢 咱们现在进城 兴许比在外面更安全 可关键你进城咋弄盐啊 咱们总不能大摇大摆的 去鬼子的商铺里买吧 二王 你忘了 咱在武强还有个熟人哪 咱跟他做个生意 谁呀 唐金蓉啊 对 他的账本咱全看过 上面有盐 记得清清楚楚的 又去找他呀 我只知道 如果我们不去的话 那些少爷都会有生命危险 王大航 王大航 你熟悉地形 你和指导员 在家里边看家 如果一旦鬼子打过来 你就带着部队和老乡们 从小路转移 啥意思 让我留下 凭啥呀 我也要跟你们去 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得服从命令 连长让你干啥就干啥 我就不 我就不让军 不要管行 我知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上战场打鬼子 为家人报仇 那是咱迟早的事 但是现在 我们任务重大 我们那么多上院 鬼子马上袭击过来 他们 可全得靠你了 行 我服从命令 好了 大伙都准备一下 把衣服换了 明天一早 我们分辟进城 如果三天 我们还没有回来 你们就带着大部队 去城外 接应我们 请客人 大哥 孟子 这时候来电话 清风殿有事啊 没事 挺好的 大哥 兄弟 想麻烦你帮个忙 想调回来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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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挺好的 总比在小鬼的眼皮的底下 过得舒坦吧 那你什么事啊 是这样 你知道 现在我在清风店 老娘一个人在城里面 她老人家岁数大了 身体也不好 我想 把她接到清风店来 蒙子 这比你调回来都难 她能轻易让你把老娘接走吗 前几天开会 中村可是发了话了 说若有违背 格杀勿论哪 大哥 笨子 你呀 明天回大城 就说我家里有事 你不用来我这儿了 直接回去看看老娘 你要找唐金融 这个人 这个人为人奸惑 做事滑不溜丢 你跟他要去做买卖 你非得吃亏不可 我顾不到那么多了 情况紧急容不得我耽误 就这么定了 找唐金融再跟他做一批交易 同叔 还得麻烦您 让手下的人帮我查一查他的行踪 好吧 来 瞧一瞧 看一看啊 谁啊 爷 您慢走啊 卡片 您就是唐旅长吧 你是 我就是从西边来的 约好了跟您谈生意的 你就是老板 我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们老板在楼上呢 您要是方便 咱们借一步说话 好啊 请 请 二位兄弟 这两位老板在楼上谈话 人多了不方便 唐旅长您看这 你们在这儿疼我 不好意思 多有得罪啊 来壶新茶 好嘞 再拿俩杯子 来嘞 哎呀 唐旅长 里边请 里边请 来啊 皇上 你们老板呢 别着急啊 唐旅长 先喝杯茶 我这就去找我们老板 唐旅长 好 唐旅长 好久不见 您几色 还那么好呢 故事 瓜喝茶哪行啊 老板 再加俩菜 哎 再加俩菜 再加俩菜 哎 把墙放下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来来来 喝点水 您先 小小火 哎呦 哎呦 我说十三兄 你胆子可真大呀 这都啥时候了 你还敢进场 呦 什么不敢哪 有您唐旅长在呀 我怕啥呀 上次跟唐哥做买卖 做得我心里 那叫一个舒坦呢 这回找您唐哥 我还有一单 大买卖 要跟唐哥继续做呢 什么 想跟我做大买卖 哎呦 你不坑老子就不错了 这底下可是我的人 吃馅的 赶紧走 这枪一响 日本人马上就来 啊 你看你看你唐哥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 咱们两个是老朋友了 你老跟我凶巴巴的干什么呀 啊 这一次我来找您做买卖 买卖做不成 我是不会走的 而且 我这个人脸皮可薄啊 您可别激我 但凡您把我惹急了 我这一枪下去 没等您的人进来 您这脑袋可就搬家了 哎呦 我的小祖宗哎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不干啥 就是想让您唐哥 再帮我弄点东西 我说啊 上回你可把我的家底 都给我搬空了 我这回啊 粮食啥的 什么都没有 唐哥 你上回给我的是粮食 没给盐 没给盐 吃饭是不香的 你想要盐呢 啊 这盐都让日本人给控制住了 我 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唐哥 这话别人说了我信 您说了我可真不信 您那账本上 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吗 所以啊 您也别怕唐哥 我五十三这回事 想跟您诚心诚意的做这笔买卖了 诚心 诶 有限大洋吗 没有啊 没钱跟老子谈什么 没钱我可以欠着呀 有了以后我双倍还你 唐哥您知道吗 我五十三 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老子做买卖是一手钱一手货 不是 再说了 哪天你这小命要是没喽 我找谁要钱 这桩买卖趁早别谈 行吧 既然唐哥舍命不舍钱 行 那咱就成全大哥 成全大哥 别别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十三兄弟 刚才说咱不是好朋友吗 是啊 朋友啊 还有得聊 有得聊 有得聊 怎么个聊法啊 这 我说十三兄弟 我的火祖宗哎 你既然想做生意 又没有钱 这回 你总得帮我个忙吧 啥忙啊 帮我杀一个人 让一让让一让 前面让一下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让一下 让一下让一下 父母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出来买药啊 药店都被你们日本人控制住了 我吃药还能给我送到家里去啊 那小孟君怎么没帮你买啊 我儿子 被日本人调到清风店炮楼去了 就留我一个孤老婆子了 他 他去清风店了 那那我扶你回去吧 不用我自己走吧 我陪你回去吧 还可以给你检查一下 哦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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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你点好多了 不过胃部还有些杂费 再吃几天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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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对 你这几天啊 在外头肯定 喝酒比吃饭多 娘给你做好吃的去 娘啊 您就别操心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在外面吃过了 我看您这病啊 多半都是操心操出来的 是啊 伯母 你要放宽心 注意休息 这样才能养好病啊 你看 任医生都说了吧 所以咱这病啊 就得好好养着 好好养着 姑娘 以后别来了 我这个老婆子 单待不起一个日本人 给我看病 那伯母您多休息 一月还有事 我先告辞了 娘 你先歇着 我一会儿回来 宗子小姐 等一下 宗子小姐 刚才母亲说的话 您别谢意 过些天 我也回国了 为什么 我远见了战争 燕娟看到 因为战争 无辜死去的人 燕娟看到这里的人 看我的眼神 那您什么时候走啊 下个月 小孟君 你希望我走吗 应该回去 那儿毕竟是您的家 其实 其实伯母 最近心情 一直不是很好 他的病 是因为心情引起的 他心情好了 病也就好得快了 是啊 这些我都知道 在他妹妹走了以后 我们你二俩相依为命 这段时间 军队上的事情太多了 母亲老担心我出事 那为什么 不把伯母接到 清风殿去住呢 我何称不想的 那还用于什么呀 今天就把他接过去吧 怎么接啊 现在日本人有规定 凡是黄西军 驻守要害部门的指挥官 家属一律不得出场 一旦为令 狗杀无论 这规定是谁定的呀 除了你那个哥哥 还能有谁呀 这个规定太没有人性了 我得去找我哥哥说说去 伯母的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竭尽所能 让伯母跟你住在一起的 宋子小姐 对于母亲的照顾 真的非常感谢 对了 如果见到仲村 千万不要提起 我回家的事情 好 你放心 我不会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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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说的 我不会说的 好 那我走了 好 我送送你 小冒军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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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好 再来啊 再来啊 这边 再来一边 好 快快 好 拜拜 再来一边 好了 来 糟糕 糟糕 哥哥 好 宋子 这么晚还没回家 这么晚 你不也没回家吗 说吧 是不是医院出师了 我 是为卢小猛的事情 来找你的 我听真机队说 你已经去过卢家了 他只是想把母亲 接到清风店去照顾 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对卢小猛 动情了 是 我确实有点喜欢卢小猛 我中村家族的人 怎么能对中国人动情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哥哥 你不是经常说 卢小猛是个人才吗 那既然是人才 为什么不能特殊照顾一下呢 正因为我觉得他是个人才 所以我才把他放在清风店 这么重要的位置上 也正因为这样 他的母亲 绝对不能离开吴江 哥哥 你说过 中国文化要以孝为先 那如果一个人不孝 那他怎么会忠呢 卢小猛 他是大孝子 他也是忠义之人 如果你老让他担心 和牵挂着他的母亲 他怎么有心思 守好清风店呢 时间不早了 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说 还有 千万不要对卢小猛感情用事 否则 咱们的家族 是不会宽恕你的 我明白 过段时间 我就要回国了 我怎么会把二女死情 留在这里呢 回国也好 不过我奉勸你 不要再去参加那个 反战同盟会 因为你这么做 只会瓦解和削弱 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斗志 哥哥 你是军人 在战场上杀敌 是你的天职 可我不一样 我是一名医生 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 你就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 傲儿为我想想吗 宋子 干吗呢 干吗呢 都让着 主子 让着 你先吃点 大哥 你想吃点什么 您说 主管说 让着 让着 干什么呢 让着 爸 爸 爸 我要老虎 老虎 老虎 要啥老虎 就要老虎 你爹我就是老虎 不要嘛 买啊 这儿就在这儿 对对对 好吧 去吧 带他去啊 好嘞 挑个最大 去买买啊 记得给钱啊 放心吧 放心吧 老虎 来 来 拿这个大的啊 拿这个 对对对 好吗 来 少爷 这个怎么样 上茶 快点啊 来喽 来来来 满用 下去吧 兄弟 你这是干什么 兄弟 哪个道上的 爆个弯啊 我告诉你啊 在这部强线 敢拿枪指我把柜的人 可都活不成啊 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拿你的头呀 换一车盐哪 五十三 认识我呀 认识我 这事就好办了 认识 认识 你五十三的华香 见过 不过你们八路 跟我马棍 往日无仇 尽日无冤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缺钱了是吗 缺钱说话呀 画个道 只要我出得起 毛旅长 这不合适吧 这么着 好像不符合 你们的规矩吧 兄弟 别冲动 别冲动啊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这个世道 钱就是规矩 有钱就是规矩啊 那也不行啊 主要是 来求我的人说了 杀了你 可是为民除害 你是个汉奸啊 我们八路可是 专杀糟糕汉奸的 这样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行 不是咱 就算你今天要杀了我马棍 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是 是谁要杀我呀 当我杀一个人 不是 坦哥 这武强县城里 还有您杀不了的人哪 您说了吧 我跟马棍这小子有仇 他背地里没少害我 我跟他是谁活不住 不是他死就是我王 老子早就想出来了 不是 唐哥 您那么多人 您非得让我帮您出干嘛呀 我要是让我手下人动手 那日本人早晚会查到我的头上 到时候我一样笑面来 让你们八路做 那是神不知鬼不觉 你帮了我 我帮了你 你们八路除了一汉奸 这笔卖卖 你们应该会算吧 唐金融 他骂了个怕死的 先杀了我爹 现在是想灭了我呀 马旅长 你说 兄弟我这回这么帮你 你拿啥回报我呀 好 五十三 你这回是帮了我 说吧 开个价 多少钱我都给你 马旅长 你还没弄明白啊 我不要钱 我要盐 五十三 不要钱你要盐 你要盐干啥呀 这你就别管了 我自然有用嘛 五十三呀 五十三 你也就是个剃头将 你说你傻不傻 我给你那么多钱 想买多少盐都可以呀 行了 马旅长 帮他娘的给我装算 鬼子卡盐卡那么紧 您给我那么多钱 我哪儿买盐去呀 五十三 你怎么吃得准 我马贵能找到盐呢 这五强县谁都知道 您跟唐金荣做的事 私货的买卖 这唐金荣啊 在五强县 可是捅皇帝一手遮天啊 哪有您马贵的事啊 您就不想给他扳倒 自个儿做主吗 不过我还要说回来 今儿你不扳倒的 明儿个自然会有别人 来取你马旅长的脑袋呀 五十三啊 没想到你个剃头匠 能想得这么周全 说吧 你想怎么办啊 先派你的人 暗中盯着唐金荣 怎么办 我自会告诉你 告诉了 等等 五十三 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别忘了 我马贵是干什么的 你就不怕你下楼 我告诉日本人 把你给抓起来吗 什么 马历长 我五十三虽然是一个 小小的剃头匠 但是呢 没点胆识 敢来见您马贵吗 马历长 看看窗外 看过了 你就知道了 爹 儿子 下来陪我们玩啊 喂 你好 请接清风店 喂 喂 小孟军 我是 你是 我是松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哥哥已经答应 你把伯母接到清风店了 真的 太好了 我 我现在就去五强 好 再见 阁下 这个卢小蟒是一只驯服不了的狼 我不明白 你就这么轻易地把他母亲放出了城 我们可是少了一个遏制他的手段呢 狼 你把他关在笼子里 一辈子不知道他是否对人友善 只有把他放出来 你才知道他会不会咬人 明白了 大哥 大哥 怎么样了 大哥 按您的吩咐 抓了一个唐金融手底下的人 关进柴房了已经 好 跟我玩音的是吗 通知弟兄们 马上集合抄上家伙 今天晚上 一定要弄死他 是 等等 哥 告诉弟兄们 这是我和唐金融之间的事 都把嘴给我闭紧吗 好嘞 明天晚上 我们就利用 他们俩是死的的关系 让他们俩先打呀 到时候 他们只要打起来 这唐金融 就是要再多的诡计 他也使不出来呀 对呀 两个都是日本人的走狗 让他们狗咬狗去 马贵这小子 是铁杆汉奸的 只要这次 一拿到盐 老子一枪心 把这个王八糕子 定了